提起苏打几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自古以来 她就是狐狸精 红颜祸水 蛇蝎美人的代名词 相传她是一个国色天香 妖艳妩媚的绝代佳人 但却心如蛇蝎 心狠手辣 蛊惑骤罩 使其纵情女色 残害忠良 命不聊生 断送了殷商几百年的基业 封神演义中 更是将她描写成了一支 祸国殃民的狐狸精 当然 传说和小说并不能代表历史的真实性 那么 历史上的苏打几是否真实存在 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由于殷商年代久远 历史资料对苏打几的记载比较少 国语禁语中记载 殷心法有苏 有苏是以达几女焉 史记殷本记中记载 好酒银月 必于妇人 爱达几 达几之言听计从 一思维 殷商国君 帝心 征讨有苏这个部落史 有苏是部落首领 把自己的女儿达几献给咒王 咒王十分宠爱达几 并十分听他的话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以上史料并没有指出苏打几如何恶毒 霍国殃民 这后来也通过后人考古研究得到了印证 20世纪初 考古专家在河南省安阳市发现了一座商朝古墓 经研究发现墓主人是商周王 而旁边分别是苏打几和江皇后的墓 由此可以肯定 历史上的苏打几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由于时间久远 原来的墓碑早已不知所踪 图中的墓碑是后人所立的 经发觉墓室出土了许多殷商时期的陪葬品 主要是玉器 青铜器等各种器具 墓志明以及墓中的龟甲和寿谷上所刻的大量文字和补词 记载的信息 颠覆了几千年来人们对于苏打几的看法 根据墓室信息记载 昼王原名帝心 孔武有力 嗜好战争 苏打几就是他最得意的战利品 而苏打几墓记载 苏打几 己姓 苏氏 明达 苏国人 公元前1047年 帝心率大军征讨苏部落 面对强大的商军进攻 弱小的苏部落抵挡不住 很快溃步成军 最终选择了投降 献出了倾国倾城的美女达几 和牛羊马匹 由此可见 苏打几是作为和亲的礼物 献给帝心的 并不是像后来小说和影视剧中所说的 是帝心看上了苏打几的美貌 而强行招入宫中的 根据墓中记载 苏打非但不是什么 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 更不是什么狐妖护体 而是一位忍辱负重 了不起的女人 为了部落的存活 她甘愿成为政治手段的牺牲品 把自己献给帝心 她到了帝心身边后 强颜欢笑 尽力取悦帝心 努力让自己及部落生存下去 据穆志明所记载 苏打几入宫的时间是公元前1047年 而商朝灭亡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 也就是说 苏打几进宫仅仅一年 商朝就灭亡了 苏打几进宫时才有16岁 还是一个不按世事小姑娘 怎么可能在一年之内就摧毁一个已经成立了几百年的王朝呢 再说 帝心作为一国之君 掌握生杀大权 也不可能让一个作为战利品的女人左右自己的想法 那么殷商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 殷商的灭亡真相主要有三点 一 是征伐过度 周王年轻时为了能够建立属于自己的丰功伟绩 到处开拓疆域 尤其是对东夷的征讨 战线拉得太长 劳民伤财 国库空虚 国力减弱 左传这样评价 咒客东夷而损其身 可见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逐渐拖垮了伤亡潮 二 是树敌太多 周王四处征战 导致了很多小国的覆灭 也加深了其他国民对殷商的仇恨 尤其是对西州的压迫 导致了后来的武王伐咒 这也是殷商灭亡的根本原因 三 是荒淫暴政 周王荒淫奢靡 残害忠臣 鱼肉百姓 滥杀无辜 横征暴敛 激起民愤 以至于西州大军攻来时 军民纷纷倒戈 配合周军攻打殷商 加速了殷商的灭亡 由此可见 殷商的灭亡是其自身的原因 如果说苏打几有什么罪过 那可能就是他长得太美 使周王难以自持 成天不理朝政 由于儒家观念 长期主宰中国五代社会 男尊女卑 长久以来 士大夫们习惯于 把王朝的覆面 归咎于红颜祸水 如夏朝的魅喜 周朝的包四 春秋的利姬 唐朝的杨贵妃等等 这其实是统治者 为维护自己的尊严 为自己推脱责任 找女人背锅 可怜苏打几被骂了几千年 其实只是替罪羊罢了 考古专家都觉得 真是千古奇冤 古墓的发掘 总算为他沉冤兆雪 这次是统治者 好